那么香港的现在可以说是哀鸿遍野了 这就说是某些的港府采取的对基本人权自由限制打压的措施 甚至超过了在内地 我看到感到就是说在香港像你刚才讲的 连一个老婆婆出去就是说对香港的秩序和安全产生不出任何的威胁 因为即使根据所谓的共产党采取的强行塞给香港的国家安全法 也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所谓的分裂国家了所谓的恐怖主义了 所谓的这个对这个什么国家安全什么什么造成威胁了等等等 这些的情况下才能够实施 你想一个这么这个年长的老婆婆 她去一下要表达一个最和平的一个方式 表达一个这样的诉求 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的方式 也没有所谓的说要求这个香港独立等等 确实这样到了抓捕这是对现实的看到香港已经就是全面的这个陷落 所以从这个香港的在中共的几个在香港的一些所谓国安机制 在行政在司法在立法部门包括驱逐所有民主就压制驱逐 逼迫使这些民主派的议员全部就是说这个集体撤退和这个DQ 把他们赶走等等用这个所谓宣誓等等的名义 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前所未有的啊 这是这个骇人听闻的 从在世界法治史上啊 尤其在香港这样一个啊 有着这个良好的啊法治传统啊 啊这个啊法治机制啊 呃这样一个是这个这个这个城市啊啊 尤其是所谓的特别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啊 是指以这个说五十年不变啊的一国两制的这个机制啊 可以说现在是完全的是啊荡然无存啊 并且陷入深深的黑暗当中 所以这个啊从澳门到香港啊 目前呢啊实际上是啊 他们基本的人权和这个啊 啊普世价值所规定的一些啊基本自由啊 在中共的治下啊 目前是啊基本上是啊没有多少存在了啊 所以才出现啊现在这些后果啊 那么还有香港也啊马上快速的进入啊 这个警察的社会 那么你会看到就是香港居民会突然的 也像在中国的维权律师 像高智盛律师啊 已经被强迫失踪啊 八月份就会是四年了 那么四年啊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么在香港那么在过去的一两年啊 在这个啊和平的啊游行集会的啊 从十二啊十几岁的年轻的学生啊 到这个啊七十几岁的啊老公公老婆婆 那么他们被强迫失踪的被融到海里去了 被非法绑架到中国大陆的监狱里边的啊 啊又有多少呢啊 现在是数都数不清了啊 啊所以啊这是已经是一个充满啊 可以说恐惧啊这个镇压和这个啊 凶恶的啊一个社会啊 我觉得国际社会啊 如果现在针对香港啊公然违反国际法 它说在啊签署的中共联合声明啊 都是在联合国啊又有这个啊 这个备案效力的 那么啊又是啊 啊动用所谓的啊他的这个 全国啊人大的橡皮图章啊 迅速的啊塞给香港人一个啊 这样一个啊恶法啊 我想呢啊如果这样的事情啊啊 对民主派的这个人士像李祝铭啊 这个从前还是香港这个中英联合小组这个 就是习惯委员会的啊就是基本法习惯委员会的成员啊 是一个知名的大律师啊 也是香港啊民主党的创办人之一啊 像对这个啊长毛梁国行啊 像对啊这个其他的啊民主派的人士啊 不管资历啊多深多浅啊 全部一网打尽啊 啊对啊基本的这个啊传播的自由啊 新闻的自由的打压啊那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啊 像对一传媒和这个苹果日报的创办人啊 就是李志勇先生啊 已经今年是啊74岁了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还是让他不停的往他身上啊 就是愈加之罪啊不停的加上啊 这个新的刑法啊刑期啊 这些呢都是啊希望我希望能够国际社会迅速的警醒起来啊 并且啊结成一个啊去抗暴统一战线啊 可以说对中共的这种啊这个邪恶啊 这个做法呢要马上采取啊就是国际这个联合的措施啊 我就是说现在到了这个时刻了 如果现在还不警醒还是很相当然的啊 甚至很啊这个单方面的以为这只是一时一地啊啊 只是这个一个行为的话啊 那么到时候啊当中共的这个长臂啊 就是跑到伦敦啊跑到华盛顿啊 跑到这个纽约啊跑到西尼啊 啊在这些西方国家肆意红行的时候啊 啊那么那时候就晚了啊 啊可能已经就无可挽回了 讲到六四我们不得不提提支联会 支联会坚持了多年的五大纲领 要说明清楚的话有平坦八九六四 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就是因为现在香港有多长以来 支联会多次对中共的学者 就是指出要取缔支联会 最近这两天中共的学者 田子永和在讲 结束一党专政 这个纲领有政治的颠覆性 存在违反 违宪违法 严重嫌疑啊 又是赋予香港政府取缔 其实现在我就想 问问傅先生 中共是不是有意想在香港取缔支联会 那么中共想取缔支联会 这个欲望呢 是由来已久 当然是非常痛恨 这个香港各界支援 中国大陆的民主的最大的一个组织 香港支联会 从1989年屠城之间 他们是每年的维多利亚公园组织 纪念六四的 可以说是三十年如一日 没有停歇过 那么这些里边的常委们 领导领袖们 无论是老一代的年轻一代 都是非常坚定的民主自由人士 所以在中共眼里也都是眼中的肉中刺 想除之而后快 所以现在中共的这个预用的这些学者呢 再次用这些可以说是很可笑的这个方式搬出来 就提到这些已经被呼喊 32年的这些口号 被称用这个所谓的违宪呢 违法 违反国安法 等等呢 想取缔这个机构 是 它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就是希望 给港府制造舆论 或者说施加压力 让港府呢迅速的行动 把这个机构给消灭掉 因为机构的前任和现任的很多的负责人 已经入狱了 已经在监狱里面 所以他想把这个机构呢 是就是这个在香港宣布为非法组织 然后把它进行取缔呢 肯定是下一步的就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感到奇怪 因为香港的基本的 我觉得说法治和这个制宏的系统 已经完全失效了 现在就是一党专制 就是又共产党的这个中央 是可以说在直接领导 这个香港这个地区 所以香港的这个政府的框架 基本上完全由北京所 直接来这个控制 所以港府这些领导人呢 从行政到 自法的立法 其实都是共产党的木偶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他们不过是真实的 就是必须执行 中南海的指示的一群木偶而已 没有自己的任何的意志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不需要再对它抱有任何幻想 甚至都不需要再 希望它要能够回到 就是说一个基本的法治 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社会 我觉得说 这个很多的西方国家 应该像美国一样 要重新对香港进行经济 法治和这个国际这个贸易方面的规则 从双边和多边的机制 都有呈现进行定位 香港已经不是自由港 那是一个独裁港 香港呢 也已经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那是一个乱法的 无法无天的社会 那么香港呢 也不应该再享受它的这个 这个国际贸易的税 这个双边多边的税收的机制的优惠 那么应该是跟中共 这个统治的大陆一样的待遇 所以我觉得说 还有对跟香港签订的 所谓的引渡条约 现在都完全变成了不平等的条约 因为港府既然能够 随意把一些民主人士 离开香港的 甚至从美国公民的 英国居民的公民的 都列为通缉犯 就是公然的进行通缉 那么这个本身呢 都是显明了这个社会 已经完全的塌方 完全的陷落 成为一个黑暗 这个无法无天的 这个腐败的社会 所以这个机制 已经是应该是由国际社会 就是尽快进行认定 认定之后呢 采取这个过断的行动 我觉得说 以免呢 我觉得说会更加的造成的 这个后果 对中共所继续的利用 那就太可惜了 2019年反送中 运动之后啊 就香港政府 都大追捕 大清算吧 抓了一万多的人 有六百多人 告暴动罪 一年就多了 四百多人 进监狱啊 香港这边 那现在大家看得最清楚 就是国安法实施以来呢 也抓了一百多人 五十七人被告 没办法 现在 还有很多人 在这个行动之中 像傅先生 你熟悉的 可能何俊仁 李卓人 现在 真的 他们已经在监狱里面了 对 我想问傅先生 现在怎么样 看香港的出路呢 香港现在情况 就是整个社会 弥漫着 走 还是流 我是本人呢 因为我们在 我跟我太太 在1996年的北京 因为这个参与 这个地下教会 这个传福音的行动 建立地下教会呢 就被抓捕 这个进了北京的监狱 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呢 又因着这个要 对我们进行 这个新一轮的抓捕 和我太太呢 怀孕没有指标 所以 面临着强迫 这个流产的 这个威胁 所以我们就 匆忙离开了 逃离了中国 当时是到了香港 所以我们在香港 是滞留了 接近八个月 所以我们小孩 第一个小孩 是在香港出手 所以我们在香港 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直到在香港 回归到中共的手里 前三天 那么克林顿总统 亲自介入 将我们直接接受 为美国的难民 才来到美国 现在看到这个香港 这样目前呢 是被中共可以说 这个强暴 然后蹂躏 整个变成满目 创意 这个像这样一个 无法辨认的程度 实在是令人 这个恶患痛心了 对 那么我觉得说 一方面 比香港 爱好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 不能够丧失信心 就是说 就像中共对 中国的教会打压一样 过去1949年的时候 中共夺取政权 那么就开始对教会打压 那时候教会 中国基督教的新教人数 才不到八十万人 那么七十年的共产党的 这个残酷的镇压 是有时候稍微 有时候稍微轻一点 有时候是共产一些 比如说完好大革命 比如现在习近平的之下 都是最严重的时期 但是呢 基督教的教会 基督教会并没有被消灭 反而有了茁壮的成长 现在是到了一百倍的成长 一百多倍的成长 根据普渡大学的 公布的这个数据的话呢 那么中国基督徒人数 现在肯定超过 一亿到一亿三千万人 那么这个就是 一百到一百三十倍的增长 所以呢 这才是中共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 那么香港的政治经济现状呢 是我们国际社会和良心人士 都感到担忧 这是一个现实 确实是中共 把这样一个弹丸的小港 这个港口 现在完全置于他的手心之中 就是用他的这个警力 暴力和这个军力 进行呢 就是全面的控制和打压 这个监督 这个监视 成为可以说是一个 完全变成了个警察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我是尊重 有一些港人的这个立场 那么有一些呢 希望继续留下 就是哪怕 就是说这个 可以说 留见最后一滴血 还是希望 对这个土地 香港那些这片土地呢 有感情 是希望在那边 继续坚持斗争 坚持这个为自由 为法治而努力 那么这些呢 我们国际社会 应该跟他们 清清楚楚的表达 我们要与他们一同战利 并且是战利到底 并且是使用一切的方法 来保护他们 他们的家人 那么另外一些 很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有这个人身的威胁的 那么我们应该努力帮助他们 就是使他们逃离 这样一个魔窟 并且鼓励这些港人呢 能够在现有的国际的机制下 比如说美国和英国呢 都订立了相关的新的 专门为港人开的 这个移民的这个条例 那么他们应该呢 他们如果选择要出来 我们也不应该去说三道四 并且应该是 也是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 留在香港 那么如果说会产生更大的威胁 那如其呢 对他们的胁迫 破火这个迫害 那他们可以在这个海外呢 建立一个这个 港人的抗争的战线 就是说继续为香港的自由 和明天进行奋斗 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 应该得到理解和支持 我们并且海外的 所有的这个民主的自由的人士 可以出钱出力 就是用各样的方法 来为这些逃离的 受迫害的港人提供最大的方便 就是尤其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 现在经济情况良好的 应该了解到当年1989年 那么是香港的这些独树的 这些普通的这个公民呢 是十块百块千块的这个港币 他们聚合在一起 来帮助了许多的 就是被中共通缉的 这些学生的领袖 还是公民的人士 逃离这个中共的魔窟 并且帮助了许许多多 所以我想呢 我们也是应该有一个到了汇报的时候 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所以呢 我是本人呢 就是相对持这个 对这个近期香港的 就是法治这个进展 或者自由的进展 是持这个悲观的态度 是可以说非常悲观的态度 但是呢 就像中国的教会在过去70年 这个共产党的志向 在过去100年 可以说共产党的不停的 这种反教运动的教唆下 不但没有被消灭 反而有100倍 130倍的成长 并且共产党如果继续这样迫害下去 很大的可能性会使教会在这个2030年之前 就会翻倍性的增长 那么这样的时候 真的是就是习近平呢 是成为中国教会复兴的 可以说最大的上帝的一个反面的仆人 所以就是说他从他的这个基本的统治的利益上来讲 是搬起石头砸了 真的是砸了自己的脚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里边说 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 如同龙沟的水可随意流转 所以从埃及的迫害以色列的 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的这个法老到这个共产党 这些领导人到毛泽东到现在的习近平 都在上帝面前无论玩什么花招 不过是上帝首心的一个仆人而已 所以他们破坏不了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的推进 反而真的会成为度推际 所以迫害消灭不了教会 迫害也打击不了教会的英姊妹 他们对爱与公益的坚持和追求 所以香港的情况也是如此 虽然暂时又出现这个挫折 我还是相信从这个共长久的角度 就是共产执政也不是永久的 也不是永远的 那个习近平的寿命也不是真的 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因为他有前车之鉴 所以无论是多么所谓的伟光众的英明领袖 这个航行舵手也好 那么最后都要躺在那个棺材里边 所以我想这是他如果是对永恒有所了解 如果在夜晚睡不好的时候 仰望星空的时候 应该仔细聆听上帝透过他的创造 对他发出的悔改要求的呼喊 听听他良心里边喊的有的声音 所以能够以公益和爱来治理万民 这才是上帝所喜悦的 否则的话他所领导的 是他自己可能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种大祸 我想问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中共政治局 就是赋予中国人要去第三胎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祸 现在出现的青少年的躺平主义 躺平现象令到中共好像有点惊慌不已 对这个两个东西呢实际上也都是有一些联系的 那么我们知道从中共从这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 在这一步马上真的出强行实行所谓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从全国建立这个寄生委的机制 一直到从中央到这个村落都有寄生的这个委员存在 那么他实际上他的前提本身就是一个反人类的 并且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普世价值的角度也都是 就是反对圣经的教导的也是反对生命权的 因为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上帝让我们赐给我们生育 这本身是一个极大的就是一个喜乐 不是社会的负担 所以把这个人口看成是负担 甚至看成是负资产 甚至看成是一个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危险要素 所谓的这个蛋糕乱 所谓的就是说多少多少限定一个特别的人口数目 之后呢就世界末日了 你会看到你看那现在已经14亿人口了是吧 那么他今天才意识到现在就进入这个老龄化的人口这个陷阱了 那么但是在过去这30年中共的治下 文家宝去丹麦的哥本哈根国际峰会上 这个气候变化的国际峰会上 还竟然很自豪的代表中共政府 这个讲到中共对国际这个气候变化做出了一个贡献之一 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少生了3亿人 那么这3亿人里边不是一个简单的3亿的数目 那是这3亿人里边绝大部分是被中共的寄生这个部门强迫流产 强迫堕胎有的10个月大有的甚至接生下来把孩子弄死 然后扔到这个医院的桶里边去 这个可以说在这个中共治下的这些妇女们 这些可以说所有的女性她们的生育的权利 她们自己的生育的这个机制和器官 就是说都成了中共可以任意这个占有 任意检查 任意要进行这个肆虐的一个财产 从这个我们读高中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这些这个高中的学生 那就是要每一个月都要去学校的卫生室 要去进行检查 要对他们进行记录 所以他们就是共产党就把这个变成她的私有的财产 好像可以随便去进行这个窥探 进行制裁 进行档案 那么我的嫂嫂 这是我个人的经历 就是因为就是要怀了第二胎 然后这个要躲藏起来躲藏计划生育的时候 那么夜里那么就是村里的 镇里的计划生育的这些最残无人到野蛮的这一群人 就是爬墙进入我们家中 把个个抓起来 然后就是头上装上马带 然后把他全后来就是全部给他装起来之后呢 放到这一个大队的临时设立的审讯室里边 在黑暗当中一顿乱棍毒打 所以呢 家里的就是根据这个一些奇特的 就是很多地方的政策 所谓的叫这个什么五户联保 如果说你这一家里边有一个育龄的妇女 被这个发现就是非法怀孕 没有转生症怀孕了第二胎 那这是你周围的四户 就是家人里的父母 全部都要签字画鸭 都要抓起来 并且都使用绳子 全部拴在一起 像拉牲口一样 送到这个特定的这个这个镇的院落 大队或者村或者说镇的院落里边去进行惩罚 不准吃饭 所以并且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利 这些寄生部门的官员 那么陈光诚先生啊 那么在山东的这个淋漪啊 做的这个寄生的调查 就啊这个二十多件 二十多万件 不是二十多件 二十多万件啊 这个啊 政策呢 可以说是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这个连房顶都可以啊 给你拆掉 家里所有值钱的从牲口到粮食可以随便的拉走 如果你被发现 那么现在啊 就是说啊 竟然就粗略的估计也有两亿的啊 中国的这个小孩呢 从啊 中国的这些妇女的子宫里边啊 被强迫的毒害了啊 被强迫的流产了啊 啊 宁可血流成河 不可多生一个啊 这是对这个人性尊严的最大的藐视 这也是中共得罪上帝 要受上帝咒诅的最大的罪恶啊 我觉得说啊 如果你是一个中共的官员 今天在看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要恐惧战警 马上跪倒在上帝的面前 去为这些野蛮的寄生呢 啊 你去打过一个妇女啊 你去强制的这些医生在这个妇女啊 怀孕十个月啊 包括我认识的基督徒的牧师的太太 怀孕十个月啊 啊 竟然就被这个啊 扎到 这个粗暴的扎到肚子里边去 把这个婴儿已经完全长成了婴儿啊 给毒死啊 啊 这是完全的杀人 那么上帝在圣经里边特别说 哦 就是说这个啊 这个哪是这个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啊 所以呢 啊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暴动 如果是人类的这个二战之后 可以说二十世纪啊 最大的这个人权的灾难啊 其实还不是像现在的啊 这个啊 啊就是在新疆的集中营 当然新疆集中营 现在也开始是用野蛮的技商 也是有啊 这个确实是整族灭绝啊 但是在过去的啊 中共之下的这个野蛮的计划生育 那才是最大的 人类历史上应该最大的灾难啊 你想是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残杀的啊 这些无辜的啊 这些都还没来得及苦喊的啊 啊就能有几针的毒针呢啊 啊就扎到里边啊 然后我有时候要跟这些计生办的啊 人呢都要这个在越洋谈判 哀求他们啊 请他们这个手下留情啊 才救出啊一个小孩啊 能够出生啊 免于这个遭受他们的毒手 那么现在突然醒过来了吗 啊现在突然有一个所谓的老龄化啊 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陷阱啊 啊什么这个又要啊 这个本来是这个这个说啊 宁可血流成河不可啊 生下一个甚至在山东的冠县 一个县委书记 因为这个县里边呢 被发现啊超过了这个啊 国家接生委给他们的 或者是什么接生委给他们的 这个生育指标的数目啊 超生的数目多了啊 啊结果这个县委书记 就能一手里面下就能是整个山东的冠县啊 出现了叫无孩月 没有孩子的一个月 就是这一个月山东的冠县 所有的大街小巷啊 都是马上就是临时扎起来的 就是啊对妇女进行流产 强制啊流产啊结扎的这个小帐篷啊 见到妇女啊 见到女孩啊都要啊可以随意的拉过去进行检查啊 一旦发现有任何的迹象有活运 满上啊进行斩杀 马上进行这个强迫堕胎啊 啊一个月不准生一个小孩啊啊 啊你想这种野蛮的这个方式 人类历史上啊也只有 在这个耶稣的时代啊在尼路啊 在这个那个时代啊就是要啊 当时是因为要怕救主降生啊 所以要对所有犹太人的孩子啊 就像这个生下来的都要进行残杀啊 啊但是那个时候从这个比例上来讲那有多少呢 啊跟中共在过去30年是犯下的啊 这个2亿多这个被残杀啊 我们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啊 很可能是这个2亿 比2亿更多是吧 这个因为关家宝很自豪的宣布是啊 这个少生了3亿多啊 那么我们都啊可以说每一个人这个 这个可以说庆祝难输啊啊 啊那么我觉得说啊 啊如果是啊到今天他才醒醒过来啊 啊已经晚了啊 啊现在可能你需要啊去贿赂这些啊 啊这个啊年轻的智商女性啊 啊每年给他补结15万啊 啊也许呢啊他才乐意在给你 在这个啊所谓的增加一个新的这个老子 啊并且还是出于啊这个是由中央政治局来决定啊 啊一个无神乱的政治局政府来决定啊 啊妇女和这个新婚的夫妻啊 啊生多少怎么样生啊 啊就是什么时间不让生啊 啊该结扎该上还啊 啊就说只有几个啊 啊这些呢这实在是一个啊笑话 这完全这个机制本身呢啊 啊就是反人类的啊就是一个大罪 在上帝面前这是属于严重的大罪啊 啊我就是说所有中共的政策里边 这是最得罪上帝的啊 啊他们有受严厉的审判 所以啊我就连起来说的话呢 啊这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啊在这个所谓的躺平机制啊 啊躺平一族的话呢实际上啊就是分世啊 不是就是去掉了分世的啊就是一种这个啊 融入啊可以说啊就是就是无中啊 啊那么就是这个无中的享乐啊 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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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享乐主义的体现 那么就是也就是说啊他不想对整个的社会的机制 就是在进行反应了 那么共产党你就是带给他钱 可能他都啊就是无动于衷了啊 因为钱啊最终呢还是要被割韭菜一样啊 全部给你养肥了啊 这个就是收割啊该杀的杀啊该割的割 割了一茬啊不行再割第二茬啊 你看这个啊从王健林啊到马云啊 他们的下场啊都是如此 从富的到穷的啊从农民啊到工人啊 从学生到教授啊全部都一定啊 所以现在兴起这个躺平这个伦理呢 啊也一点也不奇怪啊 这也就是啊可以说权儒主义啊 这个现实版啊我想呢啊 我个人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相信啊 就是历史是有定向的啊不是循环的啊 啊是有起初也有到啊上帝有一个命定的啊美好的旨意啊 啊我们啊不应该对生活去啊就是啊故意的悲观啊 啊或者说感觉到就没有尽头啊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啊 啊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啊啊我们就是有最大的盼望啊 这是为什么我们庆祝复活节啊所以啊 啊当然生活在中国啊这样一个无神之下 并且啊任何一个小官从啊村长到城管啊都可以啊决定不仅仅是自己的生计的问题 可以决定你的生命的问题啊决定你的生死的问题啊 啊这令你啊会有多大的悲哀 所以我也完全理解啊这个躺平的这个这个伦理啊 躺平的这个做法 这也是共产党啊可以说他整个的毒文化啊无神乱的文化啊 把整个一代的中国人啊全部啊就是给这个陷落成啊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伦理啊啊 啊所以我们为中国爱哭啊但是呢我们啊要用上我们的心力啊来去为中国抗争啊为这个啊可怜的没声音呢 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啊要去啊结成的努力啊来啊使他能够有更大的救赎才行啊所以我也呼求这个啊躺平族的呢还是要去啊 啊使他能够有更大的救赎才行啊所以我也呼求这个啊躺平族的呢 啊还是要啊睁开眼睛啊看看啊你眼前的鲜花啊你天上的这个星空啊他们啊地上的生动物 他们不中也不收啊上帝尚且养活他们啊你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人啊永远啊不有时就盼望啊然后呢有什么啊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啊 啊还是啊还是啊要对这个极权对不义对不公要说不啊不应该去啊就是说变成愤世嫉俗啊甚至呢啊躺下啊平下啊啊 啊所以这不是出路啊这个对你的后代啊都也是不负责任啊好我想就说这么多 嗯是不是谢谢啊 moc�� 哦还是不负责任啊谢谢啊 tej uIX n 傅先生來做這段採訪 傅先生您好啊 你好 老師 是 都知道美國永久居民王靖宇 因為在杜拜轉禁的時候 懷疑被中共拘捕 王靖宇因為質疑在中國跟印度邊境衝突的時候 陣亡士兵的說法就被中共盯上了 現在他的發展情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傅先生也有幫助研究他 謝謝你關注王靖宇先生的敬遇 王靖宇先生目前最新的情況 可以說是一波三折了 那麼也就是說開始的時候是被去土耳其 就是轉機要往美國紐約走的路上 結果在這個杜拜機場呢 阿聯酋的這個首都杜拜機場 被這個中共可以說是聯合了阿聯酋這個國家呢 在國際轉機通道被綁架這個拘捕 那麼目前呢很明顯是從中共官方的一些發布的言語上 文字上都已經證實了 這是中共的背後的操作 那麼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我也是非常著急 因為如果任由中共的這個境外這個爛爛法吧 就是爛這個境外的執法 那就中共的長壁就會被國際社會容許 這個繼續刪的去共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我就迅速的聯絡了 當然是美國包括白宮國務院的高層 希望呼籲他們立即介入做高層外交的努力 絕對不能讓中共再把一個這樣一個年輕的自由的這個年輕人呢 王靖宇這個隨便綁架回中國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也是感謝上帝真的是這個48小時之內的這個外交的干預呢 也是這個阿聯酋被迫可以說是把王靖宇釋放 並且把他匆忙的壓上了一個飛機 但是呢卻把他的美國綠卡還有其他的他的這個電腦個人的物品呢 沒有還給他 本來已經他就飛到了這個從杜拜飛到土耳其 結果到了土耳其之後呢 那麼土耳其政府又把他的中國護照沒收 也找了一個特別奇怪的一個藉口 那麼所以後來呢 中國各方的交涉 那麼土耳其政府還是很快把他的護照還給他 還給他之後呢 沒想到這真的是節外勝至 在這裡邊也有一次看到了中共的黑手 在這個土耳其 這拘留的這個第一夜 啊就在王靖宇下去 從賓館下去吃飯的20分鐘之內 他的護照啊就被迅速的啊 很明顯的是故意被偷走了 那麼所以呢 現在金瑜的情況呢 實際上還是滿不穩定的 有很多的細節當然我也不能夠在這裡講太多 因為還是在發展過程當中 啊但有一點啊 啊不是可以肯定的是啊 第一是王靖宇啊 啊本人呢啊 啊現在是啊出的一個相對啊 啊受保護的啊 啊就是安全的環境啊 啊中 雖然沒有脫離完全的危險 至少呢啊 啊就是說我們啊 啊許多的朋友們啊都得協助他 那麼第二點呢是啊 啊美國方面因為他是美國英國居民 那麼現在呢是啊已經答應啊 就是採取一些啊 這個非常具體的步驟 啊幫助他能夠啊 啊儘速的就是返美啊 所以目前呢啊 我們這個啊正在做的就是這一些 那麼我也看到今天啊 就是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啊 也有一位印度的記者啊 啊特別提起王靖宇的事情啊 啊進一步的 從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的嘴裡啊 也證實了 那麼那個中共的啊 安全部門呢是在這個啊密切的研判和追蹤 這個王靖宇啊 所以啊王靖宇的處境呢啊 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中共在海外的佈局啊 啊尤其是像在中共地區啊啊 像的杜白有多次的 把一些這個逃離中國的維吾爾啊 啊這個人呢就是被啊 遞結回中國 那麼王靖宇這一次呢 啊雖然在土耳其啊 但是中共剛剛土耳其也是啊 啊簽訂了啊這個引渡條約啊 啊美國呢啊跟土耳其 雖然是啊這個北約盟國啊這個盟友啊 但是因著這個啊土耳其的現任的總統啊 啊他領導的這個這個政策呢啊 啊實際上也跟啊美國有許多的衝突啊 啊包括啊前幾年啊非法拘押啊 啊美國的牧師啊這個 所以呢啊這個美國跟土耳其的關係 也有相當的這個緊張啊 啊還有就土耳其的處理這個 這個伊拉克庫爾德人的事情上 跟敘利亞的關係上 跟這個啊啊俄羅斯的關係上啊 都對美國和這個西方其他國家的這個 價值和利益呢啊就是產生極大的挑戰 所以呢啊土耳其跟這個美國西方盟國呢 這個關係也在緊張之中 所以如果中共在這個時候出手啊 就是土耳其是要站在哪一邊啊 啊也是一個未知數啊 啊所以我們都在啊這個 這個須須多多啊去買美國的基督徒 我們弟兄姊妹呢還有很多朋友們啊 啊就是關心這個王靖宇的呢 都在為他那個特別的禱告啊 啊所以呢啊我們也是禱告上帝能夠特別 保護他保守他 是他能夠早日啊平安的就是來到美國 啊他的女朋友呢啊目前還是出於失聯的狀態 嗯現在美國政府已經介入了就是你剛才也講 他可能還沒有完全的脫離一個危險的狀態是嗎 是的他還沒有完全脫離這個危險的狀態 嗯那有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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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snel Jay 嗯那麼他的護照啊被這個偷走啊 那麼他的美國的這個綠卡啊也是被這個阿聯酋啊 啊所扣押啊所以沒有在他身邊啊 那麼所以美國方面呢啊 而啊所以美國方面呢啊啊 大家知道啊啊這個要順利的登上飛機啊 就是永久的话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程序 那么具体的呢 我也不方便讲 所以我们为了它的安全吧 希望能够各方都在非常的积极的努力 那么我是跟美国的高丛一直在密切的每天都在沟通之中 希望能够尽快地使它平安地来到美国 傅先生 你怎么样看中共这种夸紧拘捕的这种方式 这种手段呢 因为在杜拜的机场 其实也有报道就讲 曾经也拘捕过很多的新疆维族人 就是把他们拘捕回中国大陆 当然香港也有跨境拘捕的事件 比如说铜锣湾事件啊 李波啊 所以怎么样看到现在为止 中国还会用这种方法跨境拘捕 中共这种跨境拘捕呢 那么不仅仅是就是违反普世价值 基本的人权 而且呢也违反国际法 那么它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 那么当然是第一是由于这个国际社会 在这个过去二十多年啊 就是对中共的这种野蛮的侵犯人权呢 采取了绥静的政策啊 没有采取强力的这个抗击的措施 使他得窜进尺啊 所以呢啊 这个到了川普总统的时候啊 才开始有一些这个强力的 有牙齿的制裁的措施啊 使他呢 消有收敛啊 第二中共呢 因着他的这个啊 过去加入WTO之后啊 利用国际贸易体制呢啊 就是啊 大肆的进行这个经济的扩张 那么透过的经济扩张也进行军事扩张啊 你看到在啊 这个东南亚啊 南亚地区 在这个非洲的地区啊 在啊 这个东欧的地区啊 啊 在中东的地区 那么中共的这个泳资呢 随处可见 那么不仅仅是军事设立这个军事上的存在啊 啊 在这个南海等等的地方啊 非法建立这个人工的岛 啊 然后啊 更重要的是啊 推行新经济殖民主义啊 使用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啊 然后呢 又透过啊 他的这些啊 多年扶植的啊 啊 直接间接的这些统战和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 啊 这个 谍报的机构啊 或者说机制啊 比如说孔子学院啊 比如说这些 各个大学的啊 这些什么学生学者联合会啊 比如说这些什么啊 类似有什么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支持者等等 啊 那么他说复制进这些所谓的社团啊 啊 再加上啊 啊 利用美国左派的媒体啊 啊 这种对啊 啊 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啊 啊 这种吹捧啊 啊 所以呢 全部都如何在一块儿啊 啊 实际上是导致了今天啊 中共呢 继续的肆无忌惮啊 啊 你想一想啊 啊 在这个啊 过去几年都发生过多少这种 念著中共的这种长臂管辖呢 啊 夜蛮的 在海外的职讽啊 啊 造成成这个这个 这个 家居啊 这个 啊这个 啊 traumatic 这个 啊 这个 啊 这个 啊 这个呃 这个Charloche 啊 这个只是啊 这个家庭啊 啊 像在 啊 啊 呃 呃 这个天守才发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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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啊 而是啊 啊 并且被加拿大政府已经接受 但是中共可以却是使用这个泰国的移民 举这样一个机制 然后把他们董广平和这个姜野菲 非法眼中中的绑架回中国 并且判处严重的图形 所以那时候泰国和这个尤其是加拿大 才紧急的将董广平和这个姜野菲的妻子们 和他们的孩子都就是董广平的孩子移到了这个加拿大 那么在中共控制的更严厉的地方 像柬埔寨那兼职成了中共的后院 像老挝 那么有一年甚至中共直接派军飞机到了柬埔寨 直接把一些已经拿到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的 这个保护的这个大批的围族 这个人呢全部强行押到飞机上 运回中国去 那么这些人呢 基本上回去就不会再残活下来 只有三四位在这个机场呢 徒步逃跑才保住了性命 那么中共也是那么当然在香港啊 在这个泰国也绑架啊 不仅仅绑架这个持中国护照的公民 也绑架像这个瑞典籍的像卫冥海啊 像在这个香港的啊 这个铜锣湾事件啊 那么啊这些就现在啊 以这个所谓的香港国安法的旗帜之下呢 那就啊 就说这个一国啊 已经是完全是一国一制 是共产制度了啊 所以香港的居民啊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啊 这个啊 这个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那么一年一度啊 六四的啊 这个啊 啊传统上过去三十多年一直在进行的啊 啊 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啊 啊 这个纪念集会呢 那么今年呢 也被紧急的啊 对中共呢 啊 可以说是全面的禁止啊 那么大家啊 啊 今年的许多的国际组织啊 包括我们都发起啊 就是一人一支蜡烛的烛光守夜啊 希望在6月3号 6月4号 能够啊 跟香港的这个同胞们啊 一起都在守夜啊 我们一起都在家里点亮一支蜡烛啊 每个人如果都有一点点啊 这个微光 那么联合起来就是一束大光啊 就会去散许多的黑暗 那么像现在啊 啊 在阿联酋的行动 在土耳其的行动 那么中共啊 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能做这些事情啊 所以 这个我们不得不警惕啊 啊 所以希望国际社会呢 也能够啊 现在开始警醒啊 就是采取行动 而防止中共呢 继续的啊 这种野蛮的这个作恶啊 那么制约啊 中共的这种啊 这个违反 这个国际法的行为 啊 也使到 使它呢 能够这个 这个恶行 得到收敛 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 啊 基本的呼求 你提到中共 你提到中共长笔管下 长驱植入 这种的手段 现在比以前更厉害呢 还是说 在现在国际围堵 中共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点点有所受炼呢 或者说它的前景又会是怎么样呢 现在是 当然是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可以说十几年 十年吧 应该说它是越演越烈啊 但是从川普总统这个政府开始实施一些一系列的 对于中共的这种长臂的管辖呢 海外野蛮执法啊 这种这个措施啊 无论是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还是立法的措施啊 那么这个美国是全方位的啊 对于中共的这种啊 违反基本人权啊 违反这个国际法啊 这做法呢 进行了这个啊 抗击 那么是 所以在过去几年呢 啊 是很明显看到有所收敛啊 那么尤其是在美国的活动啊 他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啊 因为那从美国的民意和美国这个啊 国会两党的意志啊 都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啊 从这个行政当局啊 从这个啊 美国的情报啊 这个部门啊 美国的司法部门啊 一连串的啊 对中共这些一些啊 这个啊 在啊 美国的这些罪犯啊 实施这个啊 打击和这个制约啊 所以他们是行为上有所收敛啊 包括一些啊 啊大学呢 已经纷纷的把孔子学院啊 啊这样一个啊 明显的统战和这个谍报的这个分支呢 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毒害啊 美国这个啊 这个青少年的啊 学生 这些机构呢 现在都啊 这个有些纷纷的被关闭啊 也有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 当然也都被减少 那么啊 甚至呢 把一个特别的谍报中心 就是前美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啊 那么美国也都采取了 可以说啊 这个啊 非常啊 啊 前无古人的做法啊 就是 就是 就地关闭啊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是限制了啊 中共的在海外这种野蛮执法的这可能性 我想呢 还是起到了一些果效啊 但是啊 我觉得中共在 像在非洲啊 像在东南亚 像在这个欧洲的活动啊 是这个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的这些活动呢 啊 他们还是很嚣张的啊 啊 包括就是过去这一两年内啊 就是纵容许多的啊 这些他们的爪牙呢 在围攻这些啊 追求自由的人士和民运人士 啊 所以这些呢 都是显示啊 啊 就是说中共并没有完全的退却 还在利用西方的啊 啊 这个 对 基本自由的保障和制度 啊 来破坏这个制度啊 啊 所以这是他的邪恶所在啊 那么他利用所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啊 钻他的空子啊 却是 达到 就是说 啊 是他这种这个邪恶的行为 啊 想得逞的这样一个目的 啊 我想呢 这个还是需要 啊 大家都一起来警惕啊 啊 不断的有揭露啊 啊 这个美国是从司法啊 啊 我说从行政的立法都有许多的现在机制 啊 被建立起来 无论是从经济啊 无论是从军事啊 无论是从教育啊 无论是从商业啊 啊 无论啊 是这个 其他的这个领域吧 对 我们看到是美国的 尤其在川普总统期间啊 啊 采取的措施啊 是一个全方位的啊 全民性的措施啊 啊 不是单方面的啊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科技的领域 那么对啊 中共这些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啊 像这些和国家安全有威胁的这些公司啊 像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 华为啊 等等这些公司啊 都在对他们进行制裁啊 我想 啊 会啊 慢慢会起到这个果效的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14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